哈喽,大家好,我是来自6S班的黄心爱 今天我们会进行的实验是腌制食物 我会腌制的食物是黄瓜 我们先去购买腌制黄瓜所需用到的食材 我们去准备的材料有黄瓜 醋 干月桂叶 盐 和糖 这就是实验所需用到的食材 我们先把黄瓜切成薄片 之后把黄瓜装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 再我们会开始制作盐水 首先我们把一杯糖倒入锅里面 再加入一杯醋 和两杯水 之后我们也把几片干月桂叶加入锅里面 最后我们加入一汤匙盐 接下来我们把盐水烧开5分钟直到沸腾 记得要搅拌均匀 直到糖和盐融化 之后把煮好的盐水倒入玻璃瓶里 等玻璃瓶没那么稍后放进冰箱里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把黄瓜浸泡在处里 可以提高黄瓜的酸度 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此外把酸度高的黄瓜浸泡在高浓度的盐水里 可以去除黄瓜里的水分 这样微生物无法生长 可以让黄瓜持久保鲜 等待几天后 我们就可以把黄瓜取出来使用啦 我要开始吃我的实验瓶咯 嗯 真好吃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咯